上帝问世人什么叫做成功 甲就回答受到了重用 乙回答累积了很多的财富 乙回答赢得了名誉 丁回答建立了信仰 这个乙回答得到了爱情 得到了爱情 甲乙丙丁乌吉培养了初十二的孩子 甲讲成为了总统 甲回答实现的梦想 这时候上帝他就笑了 你们都想太多了 平平安安的佛作 晚一点来见我就是成功 人生没什么 告诉大家 人生没什么 什么发大财 可怜的人才在发大财 很可怜的人才是在财里面滚来滚去 滚出大财 也是可怜人 很多人滚来滚去滚的就是要选举能够成功 能够得到名位 这是第二等可怜的人 第二等可怜的人 当然啊 可怜的人很多 财 赦 民 都是可怜 都是很可怜的人 真正的成功 在上帝来讲 你终于见到我了 我们来讲 我们终于看到佛了 你的一生没有看到佛 你的一生没有见到上帝 都不算成功 钱财再多 还是会散掉 地位再高 还是会跌下来 美丽更不用弹 一下子就变成老太婆 一放他就老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